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定義域與直域這個單元喔 那麼我們在之前學過了函數的範例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找函數的定義域和直域的討論喔 那所謂的定義域 簡單講就是 X的範圍 定義域就是X 直域呢就是Y嘛 這個老師之前有講過對不對 所以我們本節要來討論定義域和直域 怎麼樣去找它的範圍呢 再來第二個我們要稍微講一下反函數 我要稍微減數什麼叫做反函數 這個有些課本教材是沒有的 不過每次啊在這裡 物理老師都會拜託我 會在課堂上在這裡的時候稍微提一下 因為為了物理要先去使用上它 所以你看喔 你這次來學了數學課 就等於也把物理的反函數也學完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數物本一家嘛 數學是科學之母 就是這個原因的啦 同學那一起來玩喔 加油加油加油 接下來呢我們要開始求函數的定義域和直域囉 欸函數的定義域和直域 那麼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求呢 老師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Y等於根號X-1這個東西 好那這個東西怎麼樣去討論 X的範圍跟Y的範圍呢 你看喔老師是這樣子去討論的 從這個根號去著手 這個根號裡面一定不能小於0對不對 因為如果這個X-1小於0是沒有意義的 沒有定義 因為如果小於0開根號 那這樣不就變虛數了嗎 對不對 虛數那在這個函數的圖形上是表現不出來的嘛 所以X-1小於0是沒有意義的 那所以要大於等於0才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 定義域它的區間就是 X大於等於1 好那就是X大於等於1 也就是X的範圍 X範圍要大於等於1 好那我們再來看這個直域 那這個直域是這樣 因為所謂的直域就是Y的範圍 那這個Y其實就是根號X-1嘛 那一個時數開根號 好那它一定大於等於0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說 根號X-1不能為負啊 那所以它的直域也就是這個Y的範圍 一定要大於等於0 那我也可以這樣寫Y齁 其實屬於0到無限大 小心喔 這個0它可以等於0 所以用中括號 就是有等號 那這個無限大我不知道到底多大欸 所以通常遇到無限大就會寫小括號 因為不可能等於無限大這種東西的啦 好那我們這一題很簡單我們就解完囉 它的定義域X實際上也怎麼樣 大於1 那直域Y要大於等於0喔 好再來我們看它的圖形 它的圖形畫出來你看 就真的長這樣 你可以瞄點去把它畫出來 把它很多很多點瞄起來 它是的確遞增對不對 從這也可以知道X從1開始就有了嘛 對不對 X可以從1232點小數點當然可以 但是就是要比1大 大於等於1喔 可以等於1齁 所以定義域要大於等於1 那至於直域呢 直域就是比這個 因為你看它都在 圖形都在S軸的上方對不對 所以直域呢 它就是大於等於0喔 好那這一題就解決完畢啦 好我們再看第二小題吧 第二小題哇一看就知道 喔這是一個分段函數對不對 它有個條件 當S小於1的時候叫做1-X 這個如果畫起來Y等於1-X應該是直線啦 那S大於等於1的時候就是剛剛老師上一題 好根號S-1這種東西 好那如果我畫出圖來會長這樣 你看在AX小於1有沒有 S大於01那這當然本來是空心的 可是S等於1帶進去又等於0 所以剛好又把它補起來了 所以1的這個直線呢 1的右邊有沒有它是一個地增的曲線 圖形畫出來是長這樣 所以定義域有沒有 從無限小有沒有 從無限小可以小到無限小 也可以大到無限大 好都是找得到X的 那至於直域它是在S軸上方 也可以等於0的時候 所以直域呢是要Y大於等於0的時候 好那我們這一題是不是就解決了呢 好那很厲害喔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呢 老師在帶同學做這個 還有物理常常會用喔 他們需要用到反函數種子 他們會用什麼Sine ArcSine Arc就是反函數啦 這個很厲害 所以老師先講喔 你要先了解一下 OK好 那麼我現在還是不要用那麼 那麼那麼數學的這個定義 來去跟你說 因為我很害怕 你聽到那麼那麼艱深的這個數學定義 你就跑走了 把影片關掉 按其他影片 不要不要不要 你要一直跟我同在好嗎 我一直陪伴在你身邊 雖然我在雲端看不到你 但是我感受到你的這個 樂切對知識的需求 OK 那我們現在以正式的方式來說 如果F的反函數叫做GX 等於說這個G 這個函數是他的反函數 那這個什麼意思 就是說簡單講就是 將F的動作去還原成另外一個函數 還原什麼意思啊 老師畫一個很很很很妙的圖喔 這邊有個機器 這邊有個機器 然後這邊機器裡面有齒輪 對不對 就之前那樣 但是這個機器的名字叫做F 那這邊有個原料 這邊有個原料 跟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原料 那這個原料的範圍 就是AKS啦 對不對 那這個就叫定義域 當我把這個原料塞進來 經過機器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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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出來這個這個 這個就叫 這邊有個成品 這邊有個成品 那這個成品呢 好的範圍 就是植域 就是出來就是植域 就是歪了 對不對 這就是歪 所謂的歪嘛 這老師之前影片有講過 對不對 那我現在再把這個成品 有沒有 再這樣子喔 這樣子 再經過另外一台機器 那這台機器裡面有 不一樣的功用 不一樣的設計 這台機器叫做G G of S 把這個剛剛出來的成品 再丟到這個機器裡面 然後經過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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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又還原出來了 欸還原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哇 很嚇人喔 還原出來的東西 居然是一個一個的什麼 之前一個一個的這個AKS耶 也就是說 AKS丟到這個機器F 呃 經過處理 出來是一個 成品Y 這個成品Y呢 再丟回 機器G 出來喔 又還原成AKS 欸你不覺得這有點像巧克力對不對 本來是硬硬的巧克力 放在一台機器加熱機上 然後它就融化 融化成這個 巧克力漿 巧克力漿再放到另外一個機器 可能是一個這個冰庫 回來又是一個巧克力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 這個 機器G 就是F的什麼 反函數 欸不過有沒有 不能反的 有啊有啊 欸 以前有一個笑話 豬有沒有 這邊一隻小豬 小豬呢放到機器 啪啦啪啦去 嚼嚼嚼嚼 經過一般烹煮 欸它自己機器出來 是一個什麼 啊香腸 欸可是 現在妙了喔 香腸拆到另外一個機器 啪啦啪啦出來 會不會是小豬嗎 不會啦對不對 所以也不見得 每一個都有反函數 這是老師要表達的意思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當然啦 有些可以找到反函數 那有些是不能找到 這個反函數的 那這個之後呢 我們還會再繼續去討論它 不過這裡老師沒有講那麼仔細 OK 那這個圖形是這樣 欸老師先把這個 這些筆記先清掉 好 那你看喔 你看這個圖形 有沒有AKS 好經過這個機器F出來呢 這是一個FS FS再經過機器G 欸 帶進去做運作 又回來AKS 好這厲害 所以這個G呢 就是F的反函數囉 好這厲害了 那老師呢 舉這樣的例子 FS等於S平方加2 AKS要大於等於0 好這個圖形你畫出來嗎 應該還好吧 就是一個一元二次函數阿 但是再大於等於0 才要畫出來 好對不對 再畫另外 GAKS等於根號的S-2 這個稍微難畫一點 可能要透過你 可能要透過秒點 對不對 不過我們也是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數學軟體 就Argebra來去畫啦 齁 那你看他喔 有沒有辦法齁 AKS 帶進來這個機器 結果出來是S平方加2嘛 對不對 這S平方加2 帶進來這個G 喔結果出來又是AKS 有沒有辦法這樣 我們來驗證看看 你看喔 這個S帶進來 欸果然就是嘛 因為FS就是S平方加2嘛 所以FS就是S平方加2 所以這個就是成品 這個成品 所以你再丟回G喔 你看怎麼丟 好你看 我把這個成品 這個叫做F of S嘛 對不對 丟到G 也就是S平方加2丟到G 那把這個丟進去 所以你看S平方加2 好有沒有 我寫一下好不好 免得同學不太理解 我在說什麼 把這個S平方加2 丟進去哪裡 丟到這裡 丟到這個AKS 所以你看變成這樣 好這個S平方加2 當成S嘛 減2開坑號 欸所以畫減 因為這個2減2消掉了 所以變成S平方開坑號 欸 S平方開坑號 那S大一點點0 所以它還是可以寫成AKS 欸所以這個的確沒錯啊 從這裡可以知道 其實啊 這個GAKS G of S 其實就是F of S的什麼 反函數囉 好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把這兩個圖形把它畫出來 用Galgebra把它畫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 順便我們來講一下 反函數它的一些特徵吧 好的同學 我們現在進來了這個 Galgebra 這個數學的動態軟體囉 好那這邊有一個 X座標軸跟Y座標軸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喔 你看 老師這個如果顯示 X平方加2 那X平方加2 它X帶0的時候是 2 Y是2啊對不對 然後兩邊有對稱嘛 其實這個我們之後會講 這個叫做什麼 偶寒數嘛 OK你看這樣有對稱性 可是我現在要求是什麼 我現在要求的是F of S 是這個啦 是X平方加2 但是X要大於等於0的時候 這是一個條件 所以當然這個就把它關掉 不要這個 要的是這個 要X大於等於0的時候 是這一段喔 只有X大於等於0才要 好再來 另外一個圖形 在這裡 G of S 根號的S-2 我為了比較清楚 這兩個 先打開 讓同學看 F of S在這裡 G of S在這裡喔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啊 要在這個 G of S上 找一個動點 隨便找一個點 這個就是 隨便的點 這邊會移來移去動點嘛 移來移去嘛 那這個動點呢 要做一個 這個對稱 做對稱 對誰做對稱呢 對Y等於AX去做對稱 所以對稱出來的點 叫做 P prong在這裡喔 欸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 G of S上的動點 任何一個動點 P 對Y等於S做對稱 結果對稱點 居然P prong 是在 F of S上喔 可見的什麼 可見的什麼事情 同學有沒有發現 你看我這樣移動 喔好厲害喔 好神奇喔 有沒有發現 有有有有 發現了 發現了 其實阿這個 F of S 他的反函數是 GS GS是他的反函數 因此呢 這兩個圖形 他的動點 都對稱於 Y等於AX 把Y等於AX 當成對稱軸 因此 這兩個圖形 F of S跟 G of S 他們呢 就會 對稱於 Y等於S 老師再講一次喔 F of S 他的 反函數是 G of S 那麼 既然呢 他的反函數是 其實我們也知道啦 我們也可以再算 F of S 也是G of S 的反函數 他們如果互為 反函數的話喔 這兩個 圖形 就會對稱於 Y等於AX 這樣的一條直線 很厲害吧 這個性質 同學要知道喔 我們之後阿 在高中課程來說 會交指數 跟對數函數 這兩個也是有這樣的情況喔 好的 同學 那麼呢 我們在今天的課程中 老師介紹了定義域跟直域的討論 也舉了兩個問題喔 然後呢 老師講了反函數的減數 記得喔 老師這裡只是減數而已喔 為什麼 因為每次物語老師也叫我說 唉呀拜託拜託 先講一下 讓他物理好教嘛 那老師這裡就教一下反函數 至於 比較深入的 比較嚴謹的反函數的敘述 請你再問一下 課堂老師 或是我們在後面的課程 也會學到喔 今天的課程就到此告一段落囉 期待下一次再跟同學 一起來學習喔 拜拜 來講一下 陳健身 果腹 練習 哲明